萌面财经朋友们好 跟大家简单聊一聊 最新出楼的美国10月份的通胀数据 美国的10月份通胀数据 继续的同比回落 回落到了7.1% 10月份是7.7% 从10月份以后 每一次的回落都比市场预期的要快 幅度要大 像11月份市场的一致预期是7.3% 最后出来的数据是7.1% 正如我们在上一期会员直播里面 给大家讲 当通胀的这种超预期下行出现以后 可能会出现两种场景 一种是股市反弹走势得以延续 这个也是市场的大多数人的预期 因为像10月份通胀数据出来以后 整个股市的美股 有很强劲的反弹 因为认为通胀的缓解 美联储的这种紧缩 态度的姿态可能有所转变 第二种情形假设 就是通胀的下行速度过快 市场开始担忧一种深度的衰退 股市下跌 我们看一下股市的走势 美股当天的走势出现了高开低走 而且低走的幅度还比较大 似乎这种演绎的方向 在像这种第二种情景在演绎 可能不一定会像10月份 CPI数据出炉那样往上涨 甚至有可能开始往下走 往下走的核心原因 就是市场开始担忧 这种衰退的迅速袭来 大家知道通胀的时候 来的特别的迅猛 每一次的通胀数据的出炉 也都比之前市场预期的要高 当下这种通胀的回落 也比之前市场预期的 回落的速度有所加快 每一次出来的数据 至少10月10月份 都比市场预期的 回落的幅度要大 那这个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原因是当美联储 史上1980年代以来 最快速的这种加息 短短的不到一年之内 加息已经3.75%到4% 这么大的幅度 以后它对经济带来的这种创伤 对经济带来的这种伤害作用 也是巨大的 所以说通胀的回落 也势必的 也是速度非常快 那这种市场通胀的迅速回落 市场在早期可能会交易 这种美联储的转向 交易这种通胀的回落 到了后期 或者说是幅度下滑 通胀速度下滑 越来越快的时候 市场可能就担忧的不仅仅是 就看到的不仅仅是通胀的回落 乃至可能会担忧这种衰退 尤其是深度衰退的 这种快速的袭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美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 和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这种倒挂的幅度非常大 当下的倒挂幅度 已经达到了78个基点 之前我在会员直播也讲过 这种倒挂可能还会继续加深 可能会达到100个基点 那种倒挂的核心原因 就是因为美联储当下 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 和当下或者是未来的经济 经济状况的一种背离 一种偏差 就是说经济已经在 往衰退这个方向走了 但是货币政策 还处于一种非常紧缩的状态 那这样一来 根据历史这种数据表明 就当下的这种背离 未来需要美联储 降息500个基点 才能使收益率 再次的回归正常 也就是扭抖的这种 我们债券术语说 扭抖的这种行情 就是长端 比短端收益率要高 恢复一个正常的曲线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2000年和07年 当时收益率倒挂 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 但之后都爆发了 比较严重的危机 像2000年的是 纳斯达克泡沫破裂 07年是全球金融危机 那这两次 美联储都进行了 大幅的降息 像08年 还有量化宽松的 帮助和辅助作用 但是即使是那样 依然整个衰退的情况 也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说按那种情景 之前几次 收益率曲线倒挂 以及随后的经济的 这种衰退的 这种情景的模拟 当下的这种倒挂 10年期和2年期的 这种倒挂幅度 大家可以看到 倒挂非常深 持续时间也不久了 也不短了 有半年了 按照这个的话 需要美联储 可能需要未来 降息500个BP 才能使 避免一场衰退 或者是能够衰退 相对来讲 来到一个软着陆 或者比较轻一点的一个衰退 否则经济的衰退 还是比较严峻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当下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PMI 基本都是一个下滑的趋势 就是全球经济的这种下滑速度 也是非常快的 这个主要是因为 全球央行的大幅加息以后 加上上一波经济周期的 刺激的自然的回落 两股力量相叠加以后 就会带来这种经济的回落 速度非常的快 那这个是当下的一个现实情况 那明天还会迎来 美联储议席会议的一个结果 那不出意外的话 加息还是50个基点 美联储不会因为这两个月的数据 就迅速的转向变为降息 那这样一来 这个当下的利率区间 就会来到4.25到4.5之间 非常高的一个利率区间 那市场会做何反应呢 市场会不会有这种 对这种紧缩 开始真正的感到担忧呢 并进而转向大幅的下跌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呢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